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手法距离力争 在过去几年 我们加州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尤其是在过去两年 BLM Black Lives Matter这个运动 以后将加州的很多法规开始改变 这个运动很不幸的也冲向 也冲向了教育界 在我们很多家长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小孩子的教育 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投资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小孩子 学好数理化跑遍全天下 在升学过程之中 我们华人子弟最强项 理工科数学是最重要的 当然在过去一年里边 很多拉丁裔还有黑人的社区 感觉到了话数学的教育已经完全 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进展了 一个统计数字显示出来 可以看得出非常惊人的 那就是在2019年两年以前的一个考试里边 罗汉基这个是联合学区的学生 在数学考试全州的比例 这个及格考试里边的话 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学生 四分之一的学生及格 以后可以看得出四分之三的学生 都没有办法考过数学 以后其中罗汉基联合学区 联合学区里边 他百分之七十四是拉丁裔 百分之八是黑人 以后百分之八十的学生的话 都是属于领救济 以后吃免费午餐的学生 这个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在司法系统里边去 现在监狱关的人也是百分之八十 也是比例也是一样 拉丁裔黑人 而出现这些运动的话 说司法系统不公平 所以现在进行很多的司法改革 就是要将这些关押在监狱的这些嫌犯 嫌疑犯定已经定罪的这些杀人犯 抢劫犯 因为这个制度都他们不公平 要开始侵判降罪 这个趋势现在的话 蔓延到教育系统里边去了 在今天在这个星期 有这位一个组织叫做 Quality Instructional Commissioner 这个是要做教育品质委员会 他这个星期通过了数学改革方案 数学改革方案的话 就教育方案 他最重要要改变现在 在初中高中在数学方面的教育 在目前来说 如果是你的小孩子数学很好 然后他可以从慢慢从代数 可以升了几何几何以后的话 可以升为之分 因为同时的话很多学校都有天才班 因为你的小孩子在数学这方面特别好的 所以他不需要等到你高中才学几何为之分 他在初中就可以让你去跳班去集中来土著你 同样的很多学区也有这种的话 专门的acceleration加强班 你的数学很好 那没问题 以后你可以跳班的选这些课程 从开始学为之分 因为你到了高中 你的成绩非常好 那没问题 你的数学很好 你可以上一些ap class 甚至到college里面 到社区学院里面 学一些更高难度的数学课程 这样子升学的时候 你看得出他的数学层次非常好 这是现在的做法 所以很多家长的话都强调小孩子 你要这个要补课 要讲数学做好 以后不断的能够在升学的时候占优势 但是光彩的重计数字 你可以看得出 四分之一的学生 他们都考不过 人最基本的数学都考不过 那怎么办呢 制度不公平 黑人拉丁一的话都是在落后 所以这个方案 他就觉得的话 这种跳班的专门重点培养 这些数学比较好的 已经浪费了社区学区的资源 让他们这些天才班 或者是数学加强班 这些的话得到太多的资源了 所以的话 这些学生不应该跳班 不应该去加加强班 小学老师的话 学校不应该为了这些天才的数学学生 开小炉 以后专门培养 所以他现在这个方案 就是说从2022年开始 从明年开始要取消这种专门培养的 要将所有的数学课程的话都是同一个班级 同一个不管你水平怎么样都是上同一个班 尽管的话你的数学很好 你觉得你的学生觉得这个真无聊 这么那么白痴的不会不会这个数学 但是你也要停留这个班跟其他同学一起 所以这个方案的话就是他的目的 他说就是要将这个在数学教育方面 这个不平等的话能够平等化 很多家长觉得别的小孩子不用工 功课很差 但是为什么学校应该是鼓励培养这些人才 而不是说你这人才太优秀了 你要一起将这些学生变笨 所以这个真的是加州这种正确立场 政治立场正确的立场的话 令人担忧 因为在去年UC系统已经决定 这个在招生的时候不考虑ACT 不考虑SAT 那你只能是彭学校的成绩 那你现在的学校的成绩的话 你要怎么样子 以后将数学的教育 数学的这些成绩的话 要拉平 不能够让这些优秀的学生的成绩 变得更好的话 这样子是绝对不公平的 对家长也是不公平 对这个社会来说 你要培养一些专门的优秀的人才 这个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如果是学生有这个天分 你不鼓励他 将来他没办法来做研究的话 将来损失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 所以很不幸里面 这个passway 这个他有这个proposal 他说是要怎么样子 让数学教育更加公平化 这个他的方案里面 然后就是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的 所以提醒大家的话 家长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小孩子 不应该受到这种的话 这种教育方式的话 你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该的话 像自己的州议员 因为这个方案很快的话 会在年年底的时候交给 这个加州教育部里面的话 算审核通过 因为按照这个趋势 如果一旦只通过 明年开始 你自己的小孩子的话 的教育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并且如果是你的小孩子 现在成绩也不用考 然后数学的话也不再重视的话 将来你只能是选两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将小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 第二条路就是搬离加州了 如果你不想搬离加州 或者是没有经济能力 来将小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你现在就要行动了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期